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后大概5个小时 那台湾本来没有在他行程里面的 他在那边过夜10点多到 然后第二天还跟蔡英文一起吃早餐 一起去见 然后待了19个小时才离开台湾 你想一下 我们有在行程表里面待5个小时 没有过夜 没有在行程表里面待19个小时 还有过夜 所以其实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是觉得我蛮伤心的 美国很明显 他重视台湾的程度 远远超越马来西亚 当然你也要往好的一方面看 我们可以位列四个 佩洛西特别来访问的亚太国 其实就代表我们被美国视为亚太布局的其中一个重要朋友 因为你看我们新加坡 韩国 日本 当然现在加上一个台湾 这现在佩洛西访问的五个国家里面 这四个都是跟美国有紧密合作关系的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美国的飞机 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航空母舰 是很少 几乎没有 我记得印象中是没有 会停留在马来西亚的 没有 英国的还有过 美国是没有 但是美国的军机 美国的航空母舰 停在新加坡 停在韩国 停在日本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在韩国 都有他们的军营在那边 在韩国跟日本甚至有基地 所以佩洛西出访 他们很正常 加入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是 虽然是清美 但是我们表现出来是中立的 你们两个大国去打 不管我们的事情 我们是不结盟运动 但美国还是 佩洛西还是过来 不要以为佩洛西这位老奶奶 她82岁了 没有什么影响力 佩洛西是民主党里面 最有权势的人物 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有权势的女人 在默克尔 德国总理 前总理 下台了之后 然后在 希拉里 就是希拉里 前国务卿 退休了之后 她就是全世界 最有权力的女性 最有权力的女性 而且 她在民主党里面 所掌控的实力 其实是高过拜登的 其实是高过拜登 如果希拉里 不是希拉里 佩洛西在年轻的 10岁15岁 我告诉你 总统就由她来选 总统就由她来选 她是美国第一位 创造历史的众议院院长 众议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下议院 就是我们的国会 跟马来西亚一模一样 一个选区 一个选区 这样子打 佩洛西在加利福尼亚的选区 她每一次出战 都是拿到70% 80%的选区 我去看了她的 一定权记录 最高拿到85%的票 她的对手只拿到10%的票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在美国两党制 两党都差不多的地方 佩洛西可以拿85%的票 所以她是一个政治强人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她的力量 当然也佩服她了 82岁 这样子连续的飞 出访5个国家 然后一点也不眼泪 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你看一下80岁的老奶奶 有多少可以像她这样 而且她体态也保持得很好 一点也没有体态 当然有人讲 佩洛西去台湾 10点才到 是怕了中国 其实如果她怕中国 她就不要去 为什么10点才到 是怕中国 你知道佩洛西 是几点到新加坡的吗 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这样子讲的人 肯定不知道佩洛西 是几点到新加坡的 佩洛西是凌晨4点半 到新加坡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她的专机是4点半 飞到拜埃里巴空军基地的 那她去新加坡 是怕谁 怕印尼吗 为什么要凌晨才下降 大家4点是睡好睡 睡得熟的时候 所以不要讲这样子的话 佩洛西根本就不怕中国 台湾可能会怕 美国完全不怕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 在军事实力上 可以跟美国掰手腕 没有 单独没有 联合起来也没有 其实如果不算核武器 因为打核战 就是世界末日 所以即便你算核武器 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我们不算核武器 我告诉你 全世界国家的综合军力 要跟美国打 都打不赢美国 这个是一个政治现实来的 所以之前很多 中国的支持者 在马来西亚 却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 他们会说 佩洛西来就出不去了 一定会打仗 一定会拦截佩洛西的飞机 甚至吴锡进 想要射下佩洛西的飞机 要打飞机 很多人还高呼 佩洛西来就把尸体留在台湾吧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佩洛西走了才军演 军演本来讲要军演三天 军演短短三个小时 因为这是冒权天下的大部委的 日本已经抗议了 所以不要看太多中文的媒体 大家看一下其他语言的媒体 不要看大外宣而已 不要相信这些 特意给你看的宣传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我就先讲到这里 首先这个我补充几点 佩洛西访问台湾 因为这是很复杂的国际课题 其实叫我们十多分钟讲完 是不太可能 我自己的直播我都用了两期 大概接近一个小时来讲 也讲不完 所以我大概补充一点 首先佩洛西为什么会访台 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遗产 美国像陈哥刚才讲的 美国11月就要举行众议院选举 国会选举 两年一届 佩洛西已经连任35届了 我一岁的时候 他就是国会议员 然后就从来都没有输过了 到现在 他82岁了 你再叫他去竞选 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他应该不想当另外一个老马 虽然他跟老马一样 身体都很强健 所以很可能他退休 所以他在退休之前 要有一个政治遗产 这就是他要去台湾的原因 像陈哥讲的 我完全同意 他就是为了去台湾 其实因为你想一下 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为自己退休前 留一个政治遗产 你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去韩国 去日本 有什么特别的 这些国家 很多美国国会议员都一直在去 所以你一定要去 没人敢去的 25年前 1997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议长 也是众议院议长 当时是共和党籍的 共和党籍通常比较鹰派 比较喜欢打仗的 他就赶赶在台海危机的时候 去了台湾 现在佩洛西他作为民主党的 他也表现出 我不怕 我们虽然你们讲我们是歌派 不像共和党那么勇 那么武 但我也是敢去 我们也一样敢支持台湾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可以让独裁的国家 极权的国家来欺负他 所以佩洛西为了政治遗产 所以在他的文告一出 很多人说佩洛西怂了 不敢去 我就断言佩洛西是会去的 所以我也同意诚哥所讲的第二点 就是佩洛西其实有克制 美国政府也不只是佩洛西有克制 拜登他是摆中立的 为什么他摆中立 等一下我们会讲 他有讲军方认为佩洛西这个决定不好 时间点不对 但他没有说他自己 他没有说他认同还是不认同 为什么他不说的原因 等一下我会分享 但是他有表态军方的立场 军方不想佩洛西去 你不要去搞事了 我们军方很忙 然后佩洛西他也没有 他公布行程也没有特别公布 我就是为了去台湾 所以他其实没有特意去挑衅 但是他去是为了政治遗产 为了显示对台湾的支持 为了民主党的选情 这是肯定的 要给大家知道不只是共和党敢对中国呛声 现在全世界围堵中国的情况 围堵俄罗斯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要表现出自己是不怕中国的 所以民主党在这一点是处于劣势的 尤其是拜登非常的软弱 所以佩洛西为了选举 他也必须打出这一个牌 这是这一点 然后第二刚刚陈哥有讲到 没有带来实际的成果 其实这个跟美国是有关的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 他没有说他同意佩洛西去 还是不同意佩洛西去 因为美国总统根本没有权利管佩洛西 他跟佩洛西的地位是平等的 美国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国家 他的大法官总统管不了 他的议长 国会的议长总统也管不了 佩洛西是美国众议院院长 也就是众议院 也就是国会下议院的议长 所以他的地位是跟拜登一样的 如果拜登敢讲出 佩洛西不应该去 我认为他不应该去 或者是我不给他去的话 这样子是完全违背 美国的政治逻辑 政治伦理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不表态 大法官也不能表态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三权分立 佩洛西代表的是国会 所以你看佩洛西去台湾 去马来西亚 去新加坡 去韩国 去日本好像还没有去到 去这些国家 他都一定会见那一个国会的议长或副议长 在台湾他见了副议长 因为议长中COVID 所以他是以立法机关的形式去拜访 去出访 所以当然他不能代表政府去谈这些军售协议 去谈这些经贸合作 因为他是立法的一部分 不是成政府的一部分 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 然后第三点 韩国我看到有读有留言说 韩国不要见 韩国总统没有见佩洛西 是怕了中国还是什么 其实确实韩国 韩国肯定是清美的 我跟你说 韩国是不可能不清美的 因为有朝鲜存在 朝鲜在跟韩国到现在还是战争状况 他们之前韩战到现在的战争状况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 只是没有打罢了 其实他们还处于宣战的情况 朝鲜背后是中国 人尽皆知 那你韩国是不可能轻忠的 因为你的敌人轻忠 所以你不可能去清中 你就只能清美 所以他必然是清美 可是他又很靠近中国 他想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他尽量不要得罪 所以韩国的新总统 而且他根基未稳 才刚刚上任几个月的时间 一两个月的时间选上来 所以他选择必见 说我在休假 但是也韩国的舆论 韩国的民众骂到半死 你对中国妥协 你怕中国 所以我说现在全世界围堵中国 围堵俄罗斯的这种情况 已经越来越明显 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这样子的态势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跟中国的战狼外交也一样 像你看佩洛西去访问 其实你大大方方 欢迎你来我们中国的领土 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你去看看台湾 也欢迎你到中国来访 这样子多么大方 结果你用另外一种方式 用战狼的方式说 我要打你飞机 我要去拦截你 我要让你的尸体出不去 进来就出不去了 显现自己低端 而且你讲的还做不成 你根本不敢跟美国打 丢脸的是自己 所以战狼外交是 让中国日益被围堵 盟友越来越少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韩国总统面对很大的压力 最后被迫通话 跟佩洛西通过电话来通话 谈了40分钟 然后特别强调 希望我们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希望这个关系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三点我要补充的 就到这里 好 再见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